麥當勞之亂 休息也造臨新知 出勤員工表示不滿 麥當勞上月31日 為親自網球廳後帶一支飲多金 舉辦限期一天的大麥可買一送一 引來民眾從狂搶購 全台門市也忙了半天 原物料也都耗盡 台灣麥當勞就宣布 隔天9月1日除了醫院、百貨、學校門市外 其他門市停止營業一天 而且薪水還照發 最有麥當勞員工林小姐向蘋果表達不滿 當天原訂上班跟出勤上班員工拿一樣的薪水 阿不就等於上不上班都領一樣的錢 請問這項公平在哪裡 台灣麥當勞對此回應會發給當天上班員工 可用換專屬精品的點數 感謝上班同仁 北市勞動局勞動部群表示 聽指一夜市雇主片面決定 只要當天人照給薪水就無處罰問題 對於員工認為福利不公平 建議可先利用內部管道溝通 如果曾經無效或有其他違法的地方 也可再評審申訴